根据美国国会的命令 白宫周一给美国机构30天的时间 从所有政府拥有的设备中 删除抖音国际版TikTok 美国官员表示 就是因为在与中国的进展中 对国家安全的担忧 请问外交部有何评论 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大国 竟然如此惧怕一款青年人喜欢的应用软件 未免太不自信了 我们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 滥用国家力量 无理打压别国企业的错误做法 美国政府应当切实尊重市场经济和公平竞争原则 停止无理打压有关企业 为各国企业在美国的投资经营 提供开放公平非歧视的环境 据报党针对2月3日 一辆运载危险化学品的列车 在美国俄亥俄州偷轨引起火 导致多种有毒化学物质泄露一事 和海俄州总检察长表示 污染在当地扩散 破坏环境和自然资源 其办公室正考虑对列车营商 采取法律行动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我们也注意到有关报道 也注意到很多居民表示 当地已经出现了大量的动物死亡 毒气泄露可能对居民的健康和生态环境 造成长期危害 甚至导致慢性生态死亡 鉴于这一事件的影响 不限于美国国内 也可能涉及美国有关地区的对外出口 损害外国在美国公民的健康安全 我们希望美方本着负责任的态度 及时全面向国际社会进行通报 保持公开透明 昨天秦刚外长以视频方式 出席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第52届会议高级别会议 并发表致词 发言人能否进一步介绍 中方在保护和促进人权方面的有关主张 昨天秦刚外长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第52届会议高级别会议 发表了视频致词 就促进和保护人权 加强和改进全球人权治理 提出了四点中国主张 一是坚持走符合各国实际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 各国自主选择人权发展道路的权利 必须得到尊重 照搬照抄别国模式只会水土不服 强加于人更会一害无穷 二是坚持全面促进和保护各类人权 人权是不可分割的 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基本人权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必须同等重视 系统推进 要更加重视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人权挑战 更多关注发展中国家的人权诉求 单边强制措施违反国际法 侵害当事国人民的基本人权 必须立即无条件取消 三是坚持国际公平正义 任何国家都没有资格当人权判官 人权不能成为干涉别国内政 遏制别国发展的借口 各国应当恪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 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 开展人权交流与合作 共同反对有的国家将人权 将人权问题政治化 武器化 工具化 反对有的国家无视并无力解决 本国国内存在的严重人权问题 却到处充当人权教师爷 对别国指手画脚 四是坚持对话合作 人权理事会应当坚持 联合国会员国主导原则 成为建设性对话与合作的大舞台 而不是政治操弄和阵营对抗的角斗者 只有秉持公正客观 非选择性 非政治化原则 联合国人权系统才能良好运转 为国际人权事业发展 持续注入正能量 中方将继续积极参与全球人权治理 同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各方携手努力 共同推进全球人权保护事业 我们注意到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近日表示 世界如此关注台海危机的原因之一是 这不是中国根据其主权所认为的内部事务 而是全世界都关心的问题 如果台湾因为中国的侵略而出现危机 这将给世界各国和经济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中方对自由回应 布林肯国务卿的言论极其不负责任 十分荒谬 中方坚决反对 在台湾问题上 布林肯国务卿需要认真上一上历史课 台湾自国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也是中国同其他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重要政治前提和基础 1972年 美方在上海公报中明确表示 美国认识到 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 1978年 美方在建交公报中明确表示 美利坚合众国承认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承认中国的立场 即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1982年 美方在817公报中明确表示 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并承认中国的立场 即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美国政府无意侵犯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无意干涉中国的内政 也无意执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政策 在台湾问题上 美方对中方作出的政治承诺 白纸黑字 清清楚楚 一段时间以来 美方蓄意无视和歪曲历史事实 在台湾问题上发出错误信号 大幅放宽对美台官方交往的约束 强化美台军事联系 鼓噪今日乌克兰 明日台湾 甚至有媒体爆出 美政府制定了毁灭台湾计划 人们不禁要问 美方究竟意欲何为 我要再次强调 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 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 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中方绝不允许任何外部势力 干涉中国内政 我们奉劝美方悬崖勒马 停止在台湾问题上走边缘 切香肠 搞突破 停止混淆视听 信口开河 如果美方一意孤行 必将导致严重后果 美方必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